由基隆市政府副市長 邱佩玲 順利 我們消防署 由局長 基隆市委員 俄署 主席 韓氏議員 陳軍事委員 陳怡議員 請來請 聖功天上聖武 捐贈消防署 祝福臣 請拜 祈求國泰民安 基隆市委員 再拜 祈求北盛宮廟物昌隆 國平盛三拜 農曆3月23號是媽祖誕辰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在民政處長張元祥的陪同下 跟在地信義區的市議員 何淑平 陳軍佐 韓氏玉 陳怡 還有立委代表 與議長秘書 一起來到北盛宮參拜媽祖 而長期投入社會公益的北盛宮 也在媽祖生日這一天 透過信眾集資的善款 購買一輛救護車 捐贈給基隆市消防局信二分隊 救護車上特別配備了十二島純心電圖 可及時偵測患者狀況 及時回傳資料給醫院判讀 大幅提升急救品質 副市長邱佩玲 跟消防局長尤嘉義出席受贈活動 相當感謝北盛宮與所有信眾的愛心與慈悲 來 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 看一下旁邊的螢幕 曉蔥的判讀 我們這是媽祖娘娘的旨意 其實我們在111年已經捐了第一部 那這一次這個是第二部 只是說救護車裡面呢 它裡面的設備不一樣 配備不一樣 第一年在繳的時候是因為剛好疫情 所以呢就沒有辦法在媽祖聖誕那天捐贈 那第一台裡面是多了一個電動的那個 那個那個急救的那個心肺付出器 那這一次捐的這一台是裡面有一個十二島純 就是在救護車裡面就可以先去把病人的一些病情 直接會傳到急診室 那也縮短了到急診室浪費的時間 然後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得救 我們都說行善跟行孝是不能等的一定要及時 那我今天在現場其實我也非常慚愧 因為北盛宮的這個委員會跟主委 他們都一直很說要掉眼淚看到我們過來 身為父母官過來其實是應該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做的還不夠多 他幫我們做這麼多了 應該謝謝跟掉眼淚的事 我們市政府要感謝他們 再一次真的謝謝兩位你們的善心 這樣的善心讓基隆更活躍起來 我覺得我們要努力跟加油 再拜三拜 禮成 我從報官來呢 就是說我拜馬祖以後呢 他一直的報官還比較穩定一點 他做得比較順 這個媽祖會逼油 他說給他報官罵 因為當時疫情的時候 他那個消息的時候要買那個房屋 房屋的拋棄式房屋都買不到 剛好我有朋友呢 是國家隊的 所以那時候拜託我的朋友去幫忙買 那時候買的也比較便宜啦 到那個工廠 就他們做好以後 因為我們除了報官以外 我們媽祖娘娘還幫我成立了一個車隊 所以北勝貨櫃運輸就是媽祖娘娘的 我是會計那個老闆是媽祖娘娘 所以呢我們自己有拖車有卡車 他們貨做好的時候 他說還要安排那個出貨 我說不用我自己開車過去帶 所以我們就一批一批的一直往消防局送 所以到最後是最後一批的時候 他說那我們都沒有留個照片 其實那時候已經捐了兩百多萬 我們看看他們這個組合畫面有沒有 你看 副市長邱佩玲也代表市長謝國良 頒發感謝狀給北勝貢 而廟方也一一頒發感謝狀 給參與這次善行的所有信眾 也包括在地的四位議員都一起共襄盛舉 形成一股善的力量 一起讓基隆更好 記者黃俊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對對對 我